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寻宝大吉的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呢 欢迎各位的常家 可以把你们的收藏品提供到我们节目台 我们会邀请专家来为各位来做专业的 今天我们有一位台中的陈先生 提供了这一个又里红的一个大罐 由陈先生所提供的资料里面说 这个本身呢是叫做又里红云龙蚊大罐 它的高度呢28公分 关是32公分 红整个外观看起来的话 我真的做的真的是非常有气势 本身的龙蚊是四爪的云龙蚊 OK好 那我们看一下底部 底部是无右的一个沙底 内部呢我们看一下 一般我们判断呢 那里面也有明显的一个接红点 这个很符合我们对古代的那种实气的一个判断 我们等一下会邀请我们的专家到现场来 对这一件的大罐做一些专业上的分析 好我们等一下大家就会回来 好我们等一下大家就会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现场来的这一个是由台中陈先生所提供的 又里红的云龙文大罐 当然我们还是要请一下我们的专家 来对这个大罐来推些解锁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由我们那个 中华两岸事务交流协会的绿文化研究员 也是华中院应用史学资深的研究员 我们陆老师陆平正陆老师 陆老师跟我们观众朋友上可以好好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陆老师研究那个磁器 也有事务师 从小玩到大 家里好像也有很多的这种产品 您本身之前好像在大陆也是一个 我听您那古宅是那个什么 吴雪原 很多的那个从以前就是很有历史的去接触这些古文 从小耳如木人看了很 你看人就是不一样 你看从小就开始就有耳如木人 所以才会有这一个这么精湛的一个鉴赏能力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台中陈先生所提供的一个 宥礼红云龙文大怪 可能要先请教一下陆老师 这个宥礼红是原 宥礼红是原代 它制作出来的 广大 宥礼红本身它是一种红红 红红 它的原 那个幼的原料是 就是铜 铜 铜 是经过铜 铜 再经过高温烧至 还原厌的气氛 它就是这样 如果烧了过铜 那它会烧了八百八灰 我听过它会飞掉是就是 是烧烧它过度的 就产生不了这种红色 那烧的温度不够它发黑 发黑 温度不够 那么烧的刚刚好的时候 它的这个红色 会有一些看起来 灰绿 绿 绿 这个比较深的地方有点那个 但是我们叫做虾皮 就像河虾 对 老师讲的 有个虾皮的 青色 特别深的地方 哇 哇 这也是一个红色 这也算是一个渐少的一个 青灰色 对 所以这个看起来 它的烧质非常的光洁 哇 都很棒 对于又里红 可以烧成这样子算 那这样的工夫 算是非常棒的 因为通常来讲又里红 它的自成 蓝成绿 对 大概也只有百分之六十 那如果说 百分之六十 那又里红的烧质屋层度 又里红的烧质层度更低 只有 只有六十 嗯 那所以能够烧质层 这样的红整 红整的 而且色责 这么漂亮 是很少见的 你看它在这个 原名之间了 是 原名之间 我为什么这么样的讲 因为元代的话 它的这个 在腹部的话 肩部一下腹部 是比较多 那 一种压梢的扁一点 那到了明的时候 他们的习惯是 稍微做的比较窄一点 也就是说尖高一点 哦 这个尖要高一点 比较 比较相比较 是 那 现在去 往上去 嗯 你看它这 第一层 这个是 卷草纹 这个是 翻年纹 这是翻年纹 再来这是 哇 这个 龙眼睛很活耀 这个眼睛 是 非常的传神 如果 如果从这个叼看 是 它的眼睛好像突出来 嗯 嗯 嗯 就像我们这样看三星堆的那些 人的眼睛是突出来的 嗯嗯 那非常生动 那 它的爪 只有看得很 勇猛 它的爪 四肢 勇猛 四爪 嗯 一二三四 四个爪 四爪 那龙的眼睛非常 画的 你 你能走到左边 好像 好像盯着你看 还盯着你看 你走到右边去 也是 这就是当时 画工 厉害的 精湛 嗯 画工 啊 这个 不论在城市各方面 所以说 它的 结合方法 那我看里面 结合好看 太明显了 来给观众们看一下 它这个结合 非常明显在里面 看这里 哦 有那个结合点 这个结合点 应该很标准 嗯 是 因为年代久了 它 哦 它本来是合在一起 那因为 军列以后 会有 难怪它看起来 会有一段一段 一段一段 是 是是是 原来是 年代久远以后 军列 那这个底部 应该也是 结的 不是 我们这个 这边是吴佑沙底 嗯 底部是吴佑沙底 吴佑沙底 川就是 衡沙封 应该都是 上面好像佘了 charity 这样的 本来都是 咱只非常 咱得 跳刀文 跳刀文 voilà 跳刀文 一下 跳刀文 不一定叫乾 乾一掉 再這樣跳出來 所以會留下一個 感覺上好像放射狀 所有都會留下嗎 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泥土要濕的話 濕一點 所以乾濕是 會留下的生機就不一樣了 那因為這些東西自成黑的 都是放在陰涼裡 是直接太陽下 陰涼地方 陰乾 乾到某一個程度 才會大陸 髮 那這個藥 我們如果說這樣這樣稱 跟青花是 算是 右下柳 右下柴 右下柴 所以它的顏色這樣表現也算是 它化好了之後再上面 它是這樣化好 在上面 所以它的面釉當然是輕釉 可是 因為在當時 面釉的關係 做釉藥的關係 有一點 還是有一些 蛋殼的 OK 像鸭蛋殼的 那白色上面 就看起來有個 蛋殼金的顏色 那這個在 陸老師這樣看 在我看的話 它的 原明之間 會到原明之間 原代下來 明代主 所以基本上 它的製作方式 好像在明永樂之前很少落款 就是這個 在宣德之前 宣德之前 宣德之前就不太多 好 那整個戲劇又完整 這個我看 也有它的價值 是 剛剛美好 它畫的 是 是 是 精緻的畫 台中的陳先生 您提供的這個 在陸老師這樣整個 一個精緻的解說上 它真的是有它的 一個價值 好 那感謝我們陸老師 今天替各位的一個解說 那如果說我們觀眾朋友呢 您本身有一些的產品 願意提供到我們的 那個節目上來的話 請您跟我們的 聯絡人 人員來聯絡 那 感謝我們陸老師 今天的一個解說 也謝謝各位觀眾的 給觀察 然後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